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看 Application of Set to Problem的 Lesson 2 Lesson 2 主要是我们做 Solving Problem Involving 3 Sets 也就是说 你的题目里面有3个 Set 如果你的题目里面有3个 Set 那么你要把那些 Information fill in 在你的Vent Diagram里面的次序 不能够错 因为你错一个次序的话呢 那么你的Data就会不对了 首先我们要看 第一个我们要填的地方 就是最中间 就是3个 Set的 Intersection的地方 所以我用一个E来去代表 当你把这个E填好了 就接下来要填2A 2B 2C 2A 2B 2C呢 没有说顺着 谁先还是谁后 这三个地方是同时一起Label的 当你把2A 2B 2C Label好了过后呢 就到3A 3B 3C 最后才到4 那么这个东西你填好了之后呢 你才能够去做你的Calculation 在那一边 现在我们用一个Example来去讲述 我们的题目有三个Set的一种情况是如何去Solve So 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 OK 它的题目不算很长 可是因为我把它分段了 所以你慢慢地仔细跟着我的声音跑哦 In a class of 40 students Subjects OK So 我们的题目不太难 可是我们要把它分析出来到底它在讲什么东西 So 在那些关键字里面呢 我都用了不同的Color来去表示 方便大家去寻找我们要讲的东西哦 首先我们看 它讲In a class of 40 students 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说 你这个题目所讨论的人数 总数就是40人 所以这个40就是我的Number of Universal Set 所以我上次放了Number of Universal Set等于40 然后Each must study at least one subject 也就是说没有人是不study任何subject的 每个人至少要一样 所以就是说你的三个set以外是没有任何的element的 也就是说你最外面压你的天室的那个地方是不需要任何的 不打不需要任何号码啦 就是说它是没有数量的 OK 接着下来 History我用H来代表 所以Number of History是20个人 Geography我用G来代表 所以Number of Geography是22 Science我用S来代表Number of Science是28个人 然后Study, History and Geography有12个 那么这12个里面是可能它还包括 有Study Science的呢 可是我们还没有减掉 等下我们要减掉它的 14 Study, Geography and Science 所以Number of G intersect S是等于14 这个14还要等下减掉那一个Study History的人的 那么15个Study History and Science 所以Number of H intersects等于15 这个也是一样 它还是等下要去减掉我们那个Study Geography的人的 So 题目的最终的要问你的东西就是 Number of H intersects G intersects到底是等于多少 在这里呢我们用X来去代表了 在这里我们把之前的资料做了一个整理在这一边 当你整理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要的资料填写进去我们的Van Diagram里面去 So 填写好的Van Diagram会在下一页 So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 你的E要先填就是要把X写进去 当你写了X之后呢 你就要去填你的2A、2B还有2C So 你的2A加E就是你的H intersects来的 是15 所以 2A就应该是15-X H intersectsG是等于2B加E 所以 只是2B的话就是等于12-X 然后 接下来是2C 2C就是你的S intersectsG 2C加E So 2C的话就是等于14-X 在那一边 为什么全部是减X啊 因为你的E是X来的嘛 就是把你的那个G intersects啊 H intersectsG啊 H intersects的那一个数量减X就是了了 OK 那么 A union B union B union C的complement是MT set 所以 4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amount在那一边的哦 OK 那么 其他东西都填好了之后就看3A、3B跟3C啦 So 你的3A就等于它的数量 就是H的数量20-2A-1-2B 3B就是等于它的数量22 G的数量22-2B-2C跟-1 那么 3C呢就是等于它的数量28-2A-1-2C 所以减出来的结果3A是X-7 3B是X-4 3C是X-1 那么我们等下就把这一些资料呢 填进去它的Vent Diagram里面 这个Vent Diagram就是我们把前面的资料都计算好了 然后把它们填写进去个别的那一个地方 So 你会看到全部东西都填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Calculation Since 你的题目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拿一个Subject 所以就是说你只要把里面所有的Figure 全部加完起来就会等于它的总数 那么我们就会把X加上15-X加上12-X加上14-X加上14-X 加上X-1加上X-4 他们这几个Expiration加起来就会等于它的总数40 经过Calculate过后呢 我们找到出来X的Value会等于11 当你找到这个之后呢 就解到了我们这个题目要你找的东西 就是有多少个人会study三个Subject So The answer is There are 11 students study all subjects 那么我们就把整题都做好了 So 整个过程你必须要很小心的去处理每一个的Calculation在那边 因为一个Calculation错 那么你里面的资料就会跟着错了 一个错 最后的答案也会跟着错 请同学们要小心哦 来 我们看这个型的Example 它的题目是这样的 In a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There are 27 teachers can teach English, French and Japanese 8 teachers can teach English only 6 teachers can teach Japanese only OK 这个8个老师可以教英文而已 跟6个老师可以教英文而已 要小心注意哦 因为它有一个only在后面 所以等一下我们讲下有only在后面会是怎么样哦 这次是 5 teachers can teach English and Japanese 3 teachers can teach French and Japanese 4 teachers can teach English and French 2 teachers can teach old languages 就是 how many teachers can teach French only OK 在这题它有一个好处 它就是告诉了你 3个语言都可以教的老师有多少个 那个3个语言都可以教的老师就是正中间 所以就是你看到我把2已经写在那一边了 有这个2呢 那么我们等下就用一些去做其他的那一些data的处理 OK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data 用文字写在我们的这一面里面了 所以这个同学们可以自己看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写出来的figure填进去我们的when diagram里面去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填的就是正中间 看我已经写了一个2在那一边 OK 有了这个2 我们就开始填写其他地方了 所以我们看e intersect j 它本身是5个 可是这个5个有包了这两个 所以你5-2是等于3 那个就是纯粹教英文跟Japanese 不教French的人只有3个 那么纯粹教French跟Japanese 没有教英文的人就是3-2只有1个 那么纯粹是教英文跟French的人就要4-2只有2个 那么我们就把这3个地方找出来了 2 3 1 接着下来我们就去找 纯粹 应该不用找了 因为还已经告诉了你 纯粹教英文的有8个人 所以你就把那个8写在那一边 纯粹教日语的人只有6个 你就把那个6写在那一边 至于纯粹教French而已的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用个x来代表在那一边 所以我们全部都label好了 外面不需要填 因为他没有讲说有老师不教这3个语言 所以外面是没有任何的那一个人数在那一边 那么里面有的 我们就把8加2加2加2加3加6加1加x全部加起来 它会等于总数27 Calculate过后 x就会等于5 那么我们就从这边找到出来 教French而已的老师只有5位 那么我们整体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型的example 它的帖幕是这样 然后 Football and Volleyball Team OK 所以我们就把上面所讲述的这些资料 在我们的左下角就做了一个整理 所以我用F I代表Football B代表Basketball V代表Volleyball 然后它的所有的数量呢 我就把它全部填写在这一边了 所以这一题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讲特别呢 也就是说 3个球类都有参加的同学是没有的 所以你看到我中间是填0 所以如果你中间填0的话 那么等下你做的时候 他旁边那3个呢 就不需要去捡了 直接他写什么figure给你 你就填什么figure 所以你看到 Basketball加Football的人 有6个 你就是6了 那么Basketball加Volleyball的人 2个 你就是填2了 那么Football跟Volleyball的 因为就是我们要算的东西 所以我们放一个X在那一边 OK 当你填好这3个地方后 就填最外面的那3个了 所以打Basketball的人有12个 可是这12个也有可能参加其他的球类的 所以你12要减掉2 要减掉6 所以等于4 然后你的Football的Football有20个 所以你的20要减掉6 要减掉X 所以等于14-X Volleyball呢有10个 所以你的10要减掉2 要减掉X 所以等于8-X 那么你就把你每一个region都做好它的calculation了 因为它讲了每个人都要参加一样活动 所以这些region全部加起来一定要等于它的总数 所以4加2加6加上8-X 加上X再加上14-X会等于30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calculation做完 所以做到最后呢 我们得到出来就是X会等于4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知道说 总共有4位同学是参加Football and Volleyball Team的 在这个example里面 它的题目是这样的 In a certain class Each student must play at least one game Among them 20 play football 21 play badminton 18 play tennis 7 play football only 9 play badminton only 6 play football and badminton only Wow two badminton and tennis only Fine OK 它有4个小题在那一边 How many play all three games How many play football and tennis only How many play tennis only How many students are there in the class 所以在这一题里面它有很多only 有only出现的话你就很小心去处理了 OK 所以我们就用B代表 badminton F代表 football T代表 tennis 就把它填进去vent diagram里面了 然后上面所给的资料我们都做了一些整理在那边 都把它写完出来了 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一些资料呢 要填写进去我们的vent diagram里面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填的就是 三样球类都玩的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也用X来去代表了 OK 接着下来就是 Football and badminton 因为这里还已经讲了 Football and badminton only的人总共有6个 那么Badminton and tennis的人 那么Badminton and tennis的人 只有两个 这两个是不需要去减的 那么A是代表什么呢 是打Football跟Tennis的人是多少 然后在这里还也是讲了 纯粹是打Badminton的人有9个 纯粹Football的人有7个 那么B就代表纯粹打Tennis的人有几个 所以在这里它的资料呢 还有很多only 所以变道你不需要减这个 不需要减哪一个那一边 也因为这个情况 我们不能够用它的总数来去做一个计算 But在这里有一些set呢 它是完整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Badminton Badminton总共有9加2加X加6 这几个加起来就会等于你的Badminton的总数 刚好它也给了你Badminton的总数 Badminton的总数刚好就是等于21 so我们就把那一个Badminton的加起来就是9加2加X加6等于21 so计算到出来你的X会等于4 也就是说4样球类都打的人总共有4个 那么当你有了这个4个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找出来 纯粹来纯粹打Football and tennis的人 有多少个Badminton 这个我们也要利用到你Football的总数来去算 因为我们知道说7加6加4加A会等于20 那么A就会等于3 那么当你有了A过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B for那个B就是你Tennis Tennis的总数是18 那么2加4加3加B会等于18 那么B最后算出来是等于9 OK 那么你有了X 你有了A 你有了B 的那一个数量在那边 我们就把全部的数量加起来 就等于我们的Number of students soNumber of students就会等于9加2加4加6加7加3加9 最后是等于40 那么我们就把他的每一个小题的问题都算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小题 How many play all the 3 games? So 4 students play all the 3 games 接着下来 How many students play football and tennis only? So 3 students play football and tennis only 接着下来 How many play tennis only? 9 students play tennis only 最后一个 How many students are there in the class? There are 40 students in the class 那么我们就把整题做完出来了 好的 我们的课就上到这一边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哦 谢谢大家的聆听